大片玻璃一片片正凉 装进窗框里 山陀而台风的强劲风雨 吹破不少民宅玻璃 台风过境之后 玻璃行业者忙翻 业者电话节目完 全是顾客打来询问维修玻璃 但店内人手不足 业者没有多余人力 去顾客家里帮忙载送 破损的窗户 要维修的顾客得自己再送过来 不然就至少得等一个礼拜起跳 台风酿成灾情 修缮业者生意爆满 另外汽车维修厂停了满满车辆 其实人家有介绍的 我们就不接因为忙不过来 这石台就有的人忙了 因为本身我们还没遇到 这事故的天灾的时候 我们本身就很忙 我们一天带修车都四五石台 轿车车顶被天外飞来的铁条 砸中凹陷 要维修内装都要拆 得花不少时间 修车厂业者车子修不完 目前只愿意先接熟客 山陀儿台风过后 最严重的是维修人员 人手不足 更爆发抢工潮 工程行能处理的范围有限 即便调用所有工班来加班 人手也不够 有些业者只能自己出来加班 都跑到晚上十二点 你们现在大概排到多久 二十几间 强风豪雨让高雄市不少住家的窗户 铁皮破损严重 大家急着修缮 但人力有限 恐怕只能排队等待 民进新闻出身为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订阅民事新闻网